近年来在内地发展的台湾歌手王杰近日返回台湾 今日参加诸歌会社的录像 王杰在录制现场积极与诸歌亮互动 现场气氛火爆 高歌之后的王杰被问到为何会突然回台湾 王杰则表示 这次回台是为了给自己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砍场地 外界有传王杰已经过气 对此王杰也透露自己写了一首歌 把十年来受的气都表达出来 正在准备演唱会的王杰 对于自己封脉的传闻 则打趣到自己目前很忙 整个演唱会结束要到2013年 那个时候也许真的会封脉 这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歌 一首新歌 这歌名叫做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 这只是因为我在这十年来受了很多冤气跟怨气 我把这一股气把它给表达在音乐上 忙着巡回演唱会又准备着新专辑 王杰透露自己其实是有时间表的 到时自会退出创作娱乐圈 实现自己剃光头去欧洲骑摩托车的梦想 我这是我自己的心血 我希望在明年 你明年的年终以前最晚可以推出来 因为我也告诉过大家 当我推出这张新的唱片的时候 也就是我退出这个创作娱乐圈的一天 你们永远不会再听得到王杰有新歌了 谢谢 我们要先录影 谢谢 好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